综合李某送到医院还有自主呼吸等情节,以及汽车拟压对人体的巨大损伤,法院判决李某承担次要责任何情合理,并无明显不当。 视频来自新京报,邓新闻,文邓学评这两天,一起交通事故认定在网上引发热议,事发干苏南京,某吸毒男子从四楼坠落,后,遭后发汽车碾压,送医不治,事后死者家属起诉车主,法院一审认定车主担交通事故,70%的主要责任,这也被传为吸毒男子坠落后遭眼砸身亡,车主担主则,因事发南京鼓勒, 很多人也将其事为反反彭于案,但随后,南京鼓勒法院发公告澄清,李某承担交通事故的70%责任,而被承担人身损害赔偿的70%责任,并解释着,李某死亡的损害后果中,45%属于交通事故处理范围,在该45%的损失中,根据李某以及李某在本案交通事故中的责任大小, 主并因李某自身过错行为,车减轻被告李某的赔偿责任,故李某应承担交通事故70%的责任,及李某死亡损失的31.5%,45%均70%,车壮至楼吸毒者要担责的判决,到底是不是霍西尼? 很多人基于经验化判断,认为这对车主不公,但扩清各种责任问题,还需以基本事实和法律为基点。 古龙法院披露的案情经过大致如下,李某驾驶一辆汽车停在通往地下车窟的道路上,并在车内打开广播。 突然,李某从邻近的小区自漏坠落,指李某车前道路上,听到一响后,李某继续驾车前行,期间因感觉车辆行驶,受阻两次驾车潮砍,第一次为发现车底的李某而继续前行,第二次发现李某后倒车将李某身体露出,李某立即报警并报120急救,李某被送到医院是有自主呼吸。 第一,但两天后经常就无效死亡,网友质疑这份判决,主要是基于三点理由,其一,李某是吸毒人员,听到外面敲门声后,在搬窗离开过程中坠落地面但李某坠落的具体原因还未查明。 七二,李某家属放弃事件,把愿在没有死因鉴定的情况下,直接判决司机李某从大赔偿责任。 七三,司机李某虽有或是碾压的行为,但不应当承担70%的主要责任,这点已被证实为误读。 这个案件实际上可分为两个阶段,第一阶段,李某从此牢窗或坠落。 第二阶段,李某被李某车辆碾压推及,法院认为两者均是导致李某死亡的原因,都需要承担法律责任。 第一阶段跟交通事故无关,需要承担存案55%的责任。 第二阶段才属于交通事故,需要承担存案45%的责任。 而在交通事故中,司机李某需要承担70%的责任,总共则是承担31.5%的赔偿责任。 考虑到李某购买了保险,相关赔偿可由保险公司支付,法院分配给李某的赔偿责任并不算重。 网友质疑的将两个理由看似有理,实际上这是出于对民事诉讼的不了解。 民事诉讼实行部告不理的原则,现在原告只起诉了李某,法院不可能去审理,或者查明当事员根本没有起诉的内容。 也就是说,谁敲的门,林某是怎么从窗户坠落的等等细节,根本不需要查清。 对于本案,法院只需要确证林某,是从死楼窗户处坠落这一事实即可。 至于实践和死亡限定,如果有这些证据材料当然更好。 但没有这些证据材料,不等于法院就不可以判决,死亡限定是一种法医学证明, 并不能直接换算出各自责任的大小,最终的责任比例,仍然是要法院确定。 不要忘了,在所有的侵权类案件中,法院都依法享有,并且会不可避免的行使自由裁量权。 不要忘了法院结合具体案情,一直全分配责任,乃是司法常态。 对于法院而言,真正重要的判断是,林某坠落后,是否已经必死无疑。 以至于林某驾车碾压推挤的行为,并无追求责任的必要,综合林某送到医院还有自主呼吸, 抢救两天后才不治身亡等情节,以及汽车拟压对人体的巨大损伤, 法院判决林某承担次要责任和情和理,并无明显不当。 在这起案件中,原告林某家属要求被告司机林某承担全部赔偿责任, 被告司机林某则认为自己不需要承担任何责任, 法院的判决在原被告的主张之间。 但这次真不是祸悉尼,也不是什么本版彭语案, 而是谨慎的司法责任理定,邓学平静恒律师集团上海事务所。